10月29日 美國總統特朗普在佛羅里達州 坦白舉行競選集會 第一夫人梅拉尼亞也一起出席 並在集會上發表演講 梅拉尼亞表示 投給特朗普 美國將會變得更好 他說特朗普會帶給民眾健康、安全 保護家庭核心價值 並專注於美國的民眾 特朗普重申 要打敗馬克思主義者、社會主義者 暴亂分子和極端左派分子 特朗普在多次演講中提到 美國永遠不會成為一個社會主義國家